第三次提 有一杯酸性溶液含有0.02莫耳的氫離子 根據酸減綜合的原理 应该要使用多少个氢氧根离子才能综合此酸性溶液 我们晓得酸減综合的条件是氫离子的莫耳数 要等于氢氧根离子的莫耳数 所以我们现在有0.02莫耳的氫离子 就表示我们的氢氧根也是要0.02莫耳 但是人家说我们有几个 那1莫耳是6乘以10的23次方格 所以1莫耳就乘1 2莫耳就乘2 所以0.02莫耳就乘0.02 所以1莫耳是6乘以10的23次方格 现在有0.02莫耳 所以答案呢就是0.12乘以10的23 科学记号的写法是1.2乘以10的22次方 所以第三次提问我们说 应该要使用多少个氢氧根离子才能够综合此酸性容易 我们答案选择是A 1.2乘以10的22次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